大家好 我是聽障選手蕭安宇 然後我很高興今天可以代表東華台北隊 擔任長期官 這也是我的第一次 第一屆世界聽障青年運動會16號正式開幕 來自十六國的14到18歲青年齊聚巴西聖保羅 展開為期三天競賽與文化交流 中華代表隊共有16名成員參賽 本次長期官由羽球選手蕭安宇擔任 長期官由羽球選手蕭安宇 好棒喔 就是張正宜老師先跟我說 就是要交給我掌聲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就是動責大人 然後就是蠻開心也蠻興奮的 就是可以擔任長期官 對 就是有點像門面的概念 所以就很開心 上次比那個青藏世界盃的時候 也是這樣的進場 我覺得人變多了 就是大家 而且歡呼聲也蠻大的 就是會覺得蠻開心 可以有一些尖叫或歡呼聲 會更開心 首次參與國際綜合運動會開幕典禮 選手進場時受到觀眾熱情歡迎 典禮全程也都使用手語進行 我這一次去參加這個開幕 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手語 我覺得我自己看得懂 那其他的夥伴看不懂手語 所以大家就學習手語 覺得有一點緊張 但是也覺得很快樂 可以跟大家一起揮棋 那大家都注視著我們 注意我們 讓我覺得很快樂 明天要開始比賽了 你的心裡面會不會緊張 還是期待的 心情覺得緊張 但是安教練告訴我 要相信我自己 羽球 游泳 田徑宇三人制籃球 四個項目選手 都將站上世界舞台 與各國青年選手比較高下 展現自己最佳實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